大家不是那裡人 然後也覺得跟他好像沒什麼關係 講了以後全車幾乎全部睡光光 然後講到說哪裡不能去 離山不能去 異大世界不要去 直接都講到這樣子了 然後就是 後來有一些學長跟我講說 你講這麼多好像 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啦 會聽人就是會聽 不會聽人就是不會聽 所以我11月份 派對去俠克羅的時候我就講很少 我就講俠克羅的歷史 跟稍微有時候看到 高速公路或怎麼樣 或是看到一些工程的時候 稍微搞一下 所以我想問問看志豪 就是對於說 這樣子有什麼建議 雖然說我只剩半年 我先回答你好嗎 其實 怎麼樣去跟人家講 然後讓他 能夠 能夠 聽 那是有十 一天二四小時裡面 不是每一個 你清醒的時候 不一定是可以講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呢 我們人齁 在清醒的時候 面對的環境壓力很大 他會有很多的抗拒 所以你知道說 我們帶學生出去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什麼時候講 十二點九 不是 我們一定是出去錄影 如果說這個行程是沒有過夜的 講沒有用 你知道人在什麼時候的時候會卸下新房 睡覺前 睡覺前的時候他會有 因為他必須要把所有的房被卸下來 所以我們 他們年輕人都知道 我們都是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大家圍在一起 然後開始講的時候 只要講到一個小時他就夠了 他們 就被收買了 你看他們大衣的時候 就跟我出去 那個晚上 然後在 在營火面前 然後就跟他們講一些環境的東西 然後這樣講 就那晚上一個小時 他這輩子就被收買了 就夠了 那其他其實不用再多講 其他只剩下他自己體驗的 那我是說那個氛圍很重要 不是說現在 大家精神很好 我就開始講 其實他其實是 因為 你像看一天 你有接收那麼多的新聞的訊息 這麼多人跟你講話 你到底記到多少 你其實記很少 因為我們人 是有防護罩的 你知道嗎 他是 他聽不下去 但是只有在晚上的時候 當他穿著拖鞋的時候 所以 所以那種感覺氛圍 一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講 30分鐘一個小時 他這輩子就改變 我是分享給你看看 我們的做法 是這樣的 那第二個是 那個 有 那個沈大哥 對啊 為什麼 在 在跟老師 在看那個名單的時候 那 當然 這 也是特別 特別希望說 他也能夠來 那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 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要反核 就說 核能發電沒有排碳 有什麼不好 很好 你永和 我很支持你 我就說 你下學期的時候 我們來舉辦一個 那個 討論 國家的能源議題 然後 你擔任 永和 然後 我們發出 戰帖 挑戰全台灣所有的大學 的學生說 你要永和 然後你要挑戰 要永和的 有反核立場的 來我們辦一個辯論會 然後那個 有一個東海的政治系的學生 就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反核了 你只要永和就好了 然後你只要發出 一百多張的戰帖 到各個學校去之後 他們一定會很激動 這個東海的學生 跟自己的學生 怎麼可以永和呢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來參加 然後就去踢館 好 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辦這個活動的成本多少呢 我說一張A4的紙 影印多少錢 然後再加上游資 寄到他們大學的學智慧去 然後他們就會被激發 居然王秉全叫永和 然後他們就來踢館 你只要有一個活動中心 然後弄好 然後只要有工作人來報到 全台灣的學生都過來 聽你為什麼要永和 然後要來踢館 我說那個時候 所有台灣的年輕人都開始辦 然後我就跟他評估說 來算一下活動成本多少 老師不用一千塊 對就不用一千塊就辦好了 跟你分享一下 我們下一位 各位大家好